我寫過蠻多,因為最早他給我的時候 可能我都把它想得太難了 我習慣用寫程式的方法 所以會有查詢可以名單 瓜屋太久 因為一個比兩萬多次 兩個再兩萬多次 後來跑了半個小時還沒跑完 有沒有 Four I 一個Four J好了 那兩個一直逼著 所以方法 那第二個用函數 就是我剛剛講用 count if 來做 怎麼做呢?第一個 把這個範圍定義成黑名單 點這邊Ctrl Shift 向下 上面給一個名稱叫黑名單 好像已經定義好了 查詢 Conif 最近使用過的 Conif F3 黑名單 有沒有這個 有就一次 沒有就沒有 有沒有,全部都出來了 查完了 那最後怎麼樣 很簡單 你可以把 這邊 做一個簡單的篩選 資料裡面不只有篩選 篩選裡面喔 你就幫我把 有一次的 丟下來 按確定 有沒有,一次的 按就把這個範圍 不過他還在轉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在跑 一直在跑 好,跑完了 還是會慢一點點喔 好,Ctrl Shift 向下 這個範圍 C 查詢結果 貼上 做完了 OK 應該比想像中簡單一些些啦 那這個方法 當然你也可以跟 VBA連結 變成一個按鈕 啊,如果你 你只是想要結果的話 這個方法 就完成了 總共有 68筆 OK 查詢就查出來了 最後把篩選 取消掉 OK 所以利用Conif 可以幫我們找 到底那個東西 有沒有match的 所以這也是一招啦 那這個是在 黑名單篩選裡面 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再把這個 當落下來 好 那我們把最後一題講完 最後一題的話 是請各位再開啟 那個 這邊這個 這邊有一個 綜合練習第一題 裡面的話 就是查 總共會有 國文、數學、英文 三個工作表 那我們做完的話 基本上會希望 有個統計啦 那其實也是練習 如何入字聚集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做過的東西 假如你VB也不會寫 沒關係 你還有一招 叫做 開發留言裡面 一個叫 錄字聚集 但是呢 錄字聚集 你也不能亂錄啊 因為你 錄字之後 你做了任何動作 它都會幫你記下來 即便你做錯了 它也會幫你記下來 所以你錄完之後 你要先check一下 有沒有問題 最好自己再加上註解 什麼叫加上註解 這個地方 各位你看 我這邊有步驟 然後這邊有 1做什麼 2做什麼 3 有沒有 本來你看不懂的東西 加上註解之後 你就知道說 原來下面這個動作是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將來 你有些VBA程式 你不會寫 沒關係 你可以錄起來 再放在VBA裡面 不過 就是你要稍微知道放哪裡 所以我講過 你至少你要錄好 貼到你要貼的位置 然後呢 最好 最後呢 做一個按鈕 按下去 它就自動幫你完成 然後再一個清除 大概就這樣 而且你就一個報表 這邊有個列印報表 按下去 它就跑完了 也幫你把它列印出去了 那這樣感覺就蠻好的 把你的所有工作流程 全部都串在一起了 當然初期 你可能要做完這件事情 不太容易 但是你可以透過 錄製聚集完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整個流程 第一個的話就是 這個地方 那還是要先把這邊先做完了 再來錄製 裡面的話 第一個 國文 數學英文 它的位置都一樣 公式的儲存格也都一樣 所以記得把它多選 國文選 點一下按是不是鍵 點一下英文 這個時候底下就多選 特別注意怎麼取消 點任何一個都不會取消 只有點這三個以外的統計 才會取消 才會取消 OK 特別注意喔 國文 續了見 好 它先日常直筆 這個地方 取最高分的四次 最高分 哎呦五次耶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 先用什麼呢 用 加總 用上 上 這五個 但是呢 要扣掉最低分的那個 減什麼 mini 哪個範圍 一樣 這個範圍裡面的最低分 幫我減掉 減掉之後的話 先減 所以刮糊一下 然後呢 再做什麼 除以多少 除以4 OK 打勾 這樣的話 就完成第一個部分 這個 這兩個平均 所以喔 用Sigma裡面的平均好了 這邊把它直接 先選 打勾 平均 那學習成績的話 就是這樣 這個部分的話 等於 就剛剛講的 它的學習態度 乘上 這個 加 這個 乘這個 加這個 乘這個 加 這個 乘 加這個 乘 這個 OK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然後第五藍的地方 第五列的地方 把它鎖起來 等一下要像這樣填滿 OK 做完了 然後學習成績就有了 再來呢 把這個學習 記得取消 取消掉 再切回來 把這個國文成績 C C 統計 貼上的話 記得 選擇性貼上 貼上連結 一個 兩個 三個 總分算出來 名字排出來 OK 好 那講路已經做好了 對不對 記得你等一下彩排一下 因為我放在雲端上面 有個說明 做完之後呢 請你自己彩排 這幾個步驟 OK之後的話 開始錄製 那錄製的方法 記得喔 你可以不需要 怎麼樣 把原來的公式清掉 你 不用重做 你只要呢 油標放上去 打個勾就可以了 因為打勾 他會幫你把這個公式錄進去 你不用重新輸入 因為一般的 好像坊間的書籍是叫我們要重新打 我發現那個方法太笨了 先打好嘛 打勾就錄進去了嘛 不然的話如果你中間打錯了 你要再重來 對不對 先打好正確的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第一個的話開發人員 然後呢 先錄製聚集 給個名稱 也許叫什麼 計算成績 按確定 再來的話喔 等一下 先取消一下 油標先切到統計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 從這邊開始 好 那再來喔 所以你要先有一個 心理準備 就跟那個 開始要 上鏡頭一樣 你要先有個準備 對然後 第一步要做第二步 現在想好 OK喔 錄製好 做錯了就把它取消一下 按確定 第一 截到國文 二 按序了鍵 對不對 然後 選好了對不對 然後再把油標放在哪一個 放在這個 點一下 打勾 向下填滿 它就錄進去了 再放那邊 公重做 油標放這邊 打勾 再向下填滿 然後再這個 也不用重做了 不然這個要再做一次 就很麻煩了 打勾 下次要填滿 再來記得喔 三個 取消 只會點什麼 點統計 取消了 再切回到國文 它有一個選舉區域 Ctrl C 統計 這邊點一下 選擇性貼上 然後 貼上連結 然後再 數學 英文 總分 名次 全部做完 聽字錄字 OK 應該 不過可能要 可能 就是中間不能斷掉 就對了 不能說 做錯了怎麼辦 再來一次吧 OK 好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可以之後修改啦 或者你可以 進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名稱 這個時候也可以修改名稱 沒關係 然後 一二三 不過這時候 你可能看不懂 是什麼意思 不過呢 最後呢 我有給它一個註解 就是說 你們可以在雲端上面 可以看到 我這邊有個程式嘛 這邊 本來你看不懂的有沒有 OK 這兩行啦 其實就是什麼 多選 最高的四個成績 就在這裡 那你就把這個上面的註解 加在每一個的上面 以後的話 你慢慢就比較能夠理解 最後的話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按鈕 把這個地方 再插入按鈕 再加一個清除 成績清除的話 很簡單啦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把這個範圍 Range C3到G12 點Clear Contents就可以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完成 點下去 有沒有 成績就帶過來 再個清除 大概會有這樣的結果啦 OK啦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那從這個翻例裡面 主要就是學會 如何錄製聚集 OK 錄製聚集 我覺得非常重要啦 因為如果有些東西你不會寫 沒關係 你可以階段性的 至少有個參考 所以很多同學 本來他不會某個動作的 但是 聚集錄完 也有東西了 但是 錄製聚集有個缺點 就是他幫你錄下來的東西 太多垃圾了 很多其實不用那麼多啦 可是他就是自動產生的 所以他會什麼都給你 那當然你 久了之後你就知道 有些東西可以把它簡化 可以把它刪掉 甚至自己寫會比較快 不過在你還不會自己寫之前 錄製聚集是一個 階段性的一種設計方法